你會發現,洗頭時,真是脫笑了頭髮呀, 還開始有些頭髮出呀,不信? 你都試一下啦,環保裝設計,減少垃圾空間, 我們還有生薑護髮素G-Treatment, 都是專程日本訂造,用後會覺得頭髮異疏了, 還令頭髮帶有光澤,快點上來HKTV網搜尋G洗髮路, 就找到我們啦! 或者上來,靜香社, 寬塘巧明街116號萬年工業大廈二樓, 私座,C31室等著你呀! 美麗島直送又來了! 有沒有吃過香辣番茄味杯麵? 有沒有喝過綠茶味可樂? 想不想挑戰自己吃辣的極餡? 不用去日本,你也可以找到異常不到的口味 快點掃QR Code上美麗島直送 祝你在亂樓下平安 美麗島直送For Moses Express 好,回來我們大軍閥的第三節啦! 阿土想和大家討論一下一篇的文章, 是論文來的呀! 厲害呀!土真是學,學富五居呀! 很久沒看過呀! 這個台灣大學有個社會學系的教授, 叫做何明修,他最近寫了這個論文 叫做金錢的運動意義, 就論這個香港民主運動中的資金動員 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資金動員,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熟悉呀! 怎樣在這個運動裏面 怎樣是 入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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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這個運動裏面 錢和那個 在這個運動裏面的象徵意義 道德考量和實際的作用之類 他在這篇論文裏面 他就訪問了不少人的 因為阿土剛剛傳給我看,我沒有看完 我只是看這個篇論文 我也是看了何明修接受的訪問 但是那裡已經勾劃了重點 那裡的大綱 整個大綱 不過黑仔先說明,先說論點 簡單來說,何教授 他就說其實這些資金 在香港社會運動的資金動員 就不只是去消費的 那就是香港人透過錢 怎樣安全去參與和支援這個社運 當中是包含著一些贖罪的情緒 好像阿土這種中產 就可能有些買贖罪圈 我沒有 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為他參加不到運動 他就給你錢去搞運動 這個是有這樣的說法 他在這個研究裡面 訪問了很多用錢去支援抗爭的香港人 他發現香港人很有創意 用不同金錢的策略 例如實物的捐贈 譬如說在雨傘運動很多人捐遮 譬如在反修例運動的時候 又捐水 頭盔 還有什麼?你說得出來 眼罩 還有在這個地鐵站裡面 又放下很多散銀 八達通 車票 由金鐘到荃灣 我也受益這件事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過先討論你第一個他的說法 贖罪圈 贖罪圈 其實我很想說 第一 我沒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確實 小弟不才 所以當年搞運動 已經是經歷了 由1989年前後開始 因為這樣的閱歷和經驗 我就沒有一個贖罪的感覺 因為我都參與了其中 這麼多年 這是紫其一 紫其二 所以我從來沒有給過錢 六一二 升火 或者是剛才你說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做過的 或者我去拿車去接些英俊 我不做的 我先說為什麼我不做 因為我有一次跟長毛 或者是斷斷續續 討論過那一次 我說如果我做的話 我做這些支援的話 其實我應該站在第一線 是不是 什麼意思 我叫王浩銘 陳浩煥去做 然後我給你錢 你自己不用做 嗯 這種對不起 事後 大家作為檢討和反省 混蛋 你自己不做 你叫阿銘和阿Vigo去做 跟著你 最安全的辦法 安全的支援做法 就是 雖然我挑戰了很多 我同代人的朋友 我說你是不是叫你的女兒去 你是不是叫你兒子去 這麼危險 我那時候不敢說太多 因為為什麼我講這些話 是得罪人的 是真心的說話 但我和長毛討論了幾次 因為他和我都拋爆頭 大家都拋著頭 這樣搞下去不是辦法 那時候 不斷送人給人 送頭 他有什麼辦法 你看看那幫中產 都瘋了 我旁邊的鄰居 我的群組 包括喇沙 1983年的群組 包括我以前搞開運動學聯的群組 都瘋了 好像沒見過雞瘋了 那樣 也都不認識中國的政權 究竟是怎麼玩的 其實那時候我有點怒氣 不過要我試一下才這樣說 或者我期間都 on and off 又說過類似的論點 其實這個是致命的原因 我們這場仗輸的致命的原因 第一 第一 我們沒有考量和中國的實力對比 是不是 嗯 那個是太實 我們的 只是陳浩媛 陶軍行 這些瘦騎騎 怎麼打 這個知其一 第二 你這樣的永續循環 當然有人批評過我這個說法 他說如果贏了 你當然是 沒問題啦 你現在輸了 你就拿來說我對不起 既然我都不贊成的東西 我是不會去的 雖然我和長毛沒有去的 嗯 在那些街頭裡面 我們都已經是耳熟能長 甚至乎是很熟悉的人 怎麼和警察在街頭角力和抗爭 你說的場合是扔磚放火的那些場合 那些你沒有去 因為我都不贊成 如果我贊成那樣東西 我應該是一馬當先 當然 大家聽的角度和我們有些不同 因為我們是做一個領導 領導的確是甚麼 你做得成將軍的話 你自己是新鮮事出的 你不是推人去的 大哥 這段說話我想說了很久 也希望很有系統 希望大家明白 第一 你對手的實力對比是甚麼 你對手的實力對比是甚麼 對手的實力對比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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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你沒有理由叫人做 你自己不做 你是說不通的 但是我和阿土的想法有些不同 你幫幫我 因為其實運動很大 參加的人很多 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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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個人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做到同一樣的功夫 不是說每一個人 都立即 譬如說 有些律師 或者有些金融的 或者他有一家大小的這樣 你叫他個個都去做匆匆子 去好像梁天琦 黃台仰 那樣 肯定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 喂 你捐錢給他們 你助長他們這樣做 你就撲賭賭賊了 你就是殺君馬者杜龐兒 但是問題也會回頭 那他可以做甚麼 你說 因為他們做的事情太激進 所以你捐錢給他們 你推他去死 反過來是一樣的 變成像Figo也好 我也好 我們公民抗命 有一個說法都可以說 我們公民抗命 要承擔坐牢的代價 都是推我對他死 如果坐得多 年輕人都是公民抗命 都是推他去死 但是那些所謂中產的人 他亦都不會參與到公民抗命的 他唯有就是捐錢的 如果你說 你不是直接參與的話 你就不要搞了 你不要支援都不要了 那他又可以做些甚麼 那他不是很無力 不是啊 你的context有點不同 是怎樣 你那時候有一個循環 你有律師的團隊 你有612基金 有我們中產圓圓不絕的金錢 跟著有年輕人街頭抗爭 這個亦都是導致老共很恐懼的地方 我們過去幾十年來 從來沒有一個混亂 除了八九年 短短的兩三秒的時間裏面 是有這些元素之外 但是很快就已經借了 當然因為我經歷過八九文化 就知道呢 如果你太投入的時候 很多人 不是我啊 是很快很失落 這個對他的打擊更大 所以為甚麼這麼多人走路呢 是有道理的 我不是笑的 我只是同情的 因為你一時激情 人生從來幾十年來 都沒有關心過政治 突然之間覺得這個世界 原來是這麼不公義 這麼猛然醒覺的人呢 其實你要小心的 他突然之間變得很激進的 是吧 我都跟這些中產家 咬很多次咬的了 我說你不要把人去死 還有這個運動的走勢 不是辦法來的 阿頭 你說的說法是實力對比 就是說跟中共的實力對比 不單止 不單止 原則上我不同意 第一 從來民主運動 你不同意暴力抗爭 因為這個不是出路來的 你只是會被口殺人來的 OK 也都中債 現在結果就是指控債 但是好了 我現在的問題是問你 即使沒有暴力抗爭 很多人都公民抗命 OK 但是你這個邏輯說不通 說得通 因為老國 很多人都坐牢 所以實力對比 我公民抗命都要坐十幾個月 那個沒有國安法 那個沒有完善選舉制度 但是如果你猜有幾萬人 幾十萬人一起公民抗命 他不會有 他會有考量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每個禮拜 或者每一天 這樣去扔的話 用回我們以前的招數的話 他催我們不這樣 這個這個是 他最多拉陳浩門 拉陶軍行 拉王浩銘 我們都是頂十個月八個月 那個未涉及到國安的層次 你要區分 我不是這樣看 我都不是這樣看 阿土你的說法就是 我們先不說暴力 如果有二百萬人出來 沒有問題 出了 沒有問題 和平的 問題持續地 不停地 其實對於中共來說 我都是要收拾你的 只不過他用什麼方法去收拾你 難收拾 如果你沒有後面那筆的話 他很難收拾 是嗎 我不是要抽套算帳 我不是要趕一轉 我純粹是 從一個運動策略的檢討 因為我很簡單 我的人很老實 也是一個負責的 運動的領袖 曾經做過 我再做一次 我會不會再重新做一件事 不行 我不會 我問過很多人 我給你 repeat the history 619 612 我當然會照做 那些百萬人大遊行 但我會stop那些人 你不要每個星期在街路這樣瘋 612的基金 就是至於612 你不要越發越遠 但問題不是 你一個 或者你一個團體 我當然知道 如果stop就stop了 我stop了 今天在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 是一個歷史的累積 明白 你要明白 歷史的累積 那些年輕人 所以要所有人都認識 不只是我和你明白 包括群眾都要在這個問題上吸取教訓 領袖也要很有勇氣出來說 這樣搞不是辦法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耐弱 我對自己的反省和檢討 就是我都不敢說 由得他 但因為有些歷史事件 譬如這樣 721事件出來 嘩你真是 我都真的搞不住 我都頂不住 我都頂不住 老實說 但我有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那一刻 因為我覺得太鬼怪 是有人插 被我們踩下去 因為我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運動 太過非比尋常的事情 我是開始不相信的 too good to be true 一件事 所以其實我 其實我一直的想法 我不是說 好像建制派那樣 想改寫歷史 我只是說 如果我們再來一次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你和你對手的實力對比 第二你用什麼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沒有大台呢 是不是真的覺得過去幾十年來 這個運動裏面我們一事無成 所以我們發了癲呢 或者以前沒有用的東西 現在試一下呢 或者以前沒有喊的口號 去刺激對方呢 我只是說這幾個重點 ok 我是有檢討的 如果你給我重寫歷史 有機會 我不是領袖 但我作為一個所謂的KOL 曾經參與政治的人 我是會極力stop那些人 用我最大的能力 用我最大的資源 甚至我要說服其他人 難一點 但是我 我當然是自難 都做不到的 因為有問題 根本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不是沒有人stop 是有人stop 不過都stop不到 連梁天琦都出來stop 都搞不定 所以我就說 即使你歷史重來 你要去stop 都不會stop不到 這個 不是吧 下一次可以 我覺得你的問題不是問 你們香港人要成立大台 應該是問 為什麼我們搞這麼久的運動 我們都做不到那個大台 我會問我自己 為什麼我做不到 為什麼我沒有號召力 不是 其實我跟你沒有矛盾 現在你說 比如我們經常說 司徒華在世 司徒華都搞不定的了 因為為什麼 司徒華搞的時候 可以建立一個大台 因為那時候是未失敗 是吧 1989年的時候 華叔爭取的東西 由文憑教師到禁禁事件 到中文運動 以至八百直選 都納到一些東西回來 群眾是需要有勝利的成果的 但是 中共的統治 在回歸之後的二十三十年以來 我們是毫無寸進的 因此 我們會轉一個角度去思考 以往做的方法是否有問題 我們以往的路線 和我們的策略 甚至乎我們的綱領 包括對民主回歸這件事 都會不斷質疑 我是客觀分析的 我明白你這個套路 我也明白為什麼你剛剛說 如果未來再有的話 是真的有機會做到 因為為什麼 有失敗過 因為我們失敗完之後 我們要認真點討 不是在那裡辯駁 幫過去的做錯的事 或者失敗的解釋 我們要重新建立一個共識 這樣搞不好是辦法 給你多一次機會 你再做一次 因為我控制不到大台 你就是要控制大台 你搞不好那麼久 當然我真的沒有能力 我也沒有這樣的意志 沒有這樣的心力 給人媽的能力我都是低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群眾 和我們中間的組織和領袖 都有這個認識的話 知道這樣搞不是辦法的 你下次不會這樣搞 簡單來說就是 但是如果我不可以抽空 所有的歷史脈絡去講 因為譬如說 明天已經有一個大運動 我現在在哪裡找這樣的人 出來叫大家不要怎麼搞 要怎麼搞啊 所以今天 今天的節目就是做這個 不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review 我們可以講一個藍圖出來 但是始終要有人去打 而那樣東西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純粹作為一個去檢討 是ok的 不過我自己經常都很強調那個 或者我很看重那個位置 就是 它發生得到 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總有道理 是有它的原因的 那我要理解這個原因 我不能夠因為這個原因 我不可以無視這個原因 然後我罵那些中產 就是你們 就是殺軍馬姐 杜旁儀 我沒有去到這麼盡 而是我需要覺得 對中產來講 有這個形式 嗯 這個給他們一個advice 是適合的 是嗎 那他們就自己想想 究竟譬如 當他支持年輕人 當我們每一個人在拍手掌 有些人可能是 扔這個燃燒彈 或者是裝修之類 不是 其中有遊行的人會拍手掌 那那些是否到殺軍馬姐 如果我是 那我就自己想想 我會stop他 那些人就自己想想 就是我會好像 你不喜歡的梁耀宗 或者當日的毛孟靜 那樣 你不要推 不是你出事的問題 是一場運動 是會因為這樣 是有污點 而且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洩卓 就是我給當權者一個藉口 不過呢 我最心甘 不甘心 不命底的地方 就是 我為什麼要給他一個位置 他進去呢 但是阿土 我覺得 因為政治鬥爭 這個是 你是一定會有位置 他要進去 然後就兩邊對力 很簡單 雨傘運動不會讓他進去呢 照樣說你坐街 說你公民抗命 這幫犯產頭 最好是什麼 最好就是你們 受緣行 散 好像以前民主黨這樣做 就是最好 你配合到他 你便沒有污點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有一個極端 走來一個極端 大家聽我這段說話的時候 不是要像個民主黨那樣 也不是好像19年那樣 我們14年都是公民抗命 都可以的 你問我 但是他都有位置入我們 你中間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洩的 因為我們想事情 就很多時候就是 不是東就是西 現在我就說中間 譬如公民抗命 大規模公民抗命 OK的 那他都有位置入你的 你不交稅 或者你不回稅局那些東西 反而我鼓勵你 如果你說代價來說 因為你真的自己洩 你不交稅表 你有人罰 然後你要上國 那你中間階級 個個都是這樣 你說我公民抗命 OK 那我佩服你 阿哥 我都不敢 因為我怕煩 大規模公民 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 推人家去的 你是不道德的 阿哥 你明知那條不是出路 今天回答你了 19年我不敢跟你爭 拼不拼得到 我都敢爭 多數你都輸 但今時今日 你看到這樣的環境 你還不檢討 你還不拿共識 你還不趁現在這個機會 還為過去自己的錯誤 來解釋一下 你騙自己 你輸第二次第三次 是正路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純粹是檢討 我都明白你的理由 因為香港的綜藝階級 在溫室裡面長大了這麼久 突然有些異憤 人都會有衝動的一刻 OK 覺得這樣是幫到運動 不是 我不是這個角度 我的角度是 一定是如流水般 每一個人找回自己的角色和崗位 而我會諒解某些人 他們進入不了一個一定是前線 我不會要求任何參加運動的人 都要在前線 都要像王浩銘 或者任何其他 在前面公民抗命也好 暴力抗爭也好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譬如我認識一些律師 他的律師就做律師 譬如有些是 收不收錢 那他就應該要不要有他那個 這個大家明白的 我不明白 我做得律師的話 我就不會收你錢 不是 可能人人都要吃飯 比如說 用612那個模式 612那個模式就可以了 譬如說 那不就有問題了 我方法還夠錢 有沒有搞錯 你還不明白我說了什麼 你整個這樣的循環 去的business這樣做 最後是害到誰 害到律師嗎 害到捐錢的那個人嗎 害到人家的兒子 這個算我不能同意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 每個人 尤其是前線那些人 他是沒有獨立的 做過定一些角色的事情 行不行啊 你的意思就是說 200萬人出來遊行 多叫幾次 和平抗爭 你出來 你好像只有一條路 只是捐錢 那樣 你真是 搞這麼多年運動 做簽名又行 你不用這麼勞氣 因為那些人 你怎知道他沒有參加200萬遊行 200萬遊行 對他來說不是門檻來的 他參加了 人家 現在的問題是 他不參加那些暴力抗爭 你應該 我告訴你 如果你自己都不參加那個暴力抗爭 你就不要捐錢給那些小孩 去搞暴力抗爭 他沒有啊 他捐錢給612 612沒有問題 因為那次警察放出來彈 一件事還一件事 抓人就說暴動 就是覺得 你不要這樣循環下去 OK 我是一個講真話的人 我無謂說些漂亮的說話給大家聽 將大家過去犯的策略上 原則上的錯誤 繼續去justify自己 我沒有需要做這件事 阿土啊 我覺得呢 你說大家檢討 其實呢 我的感覺就是什麼呢 其實 每個人現在都在檢討 對這場運動 其實很多人都是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就是說 檢討怎樣再做呢 其實每件事都是不可以去抹去那個歷史 不可以抽空那個歷史 很難啊 因為譬如說你講2019年 你說7月21號之後 是不是暴力多了很多 事實上是的 為什麼會有私了 為什麼會有破壞一些大雜本 因為當權者不斷是挑釁我們 令到我們憤怒 是沒有辦法的 這件事 我知道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 我也很憤怒 因為不是中產鼓勵出來 這些不是我們鼓勵出來 不是有法 pay a part 很少的part 不是我覺得important 這個role 我也是很少的 因為老實講 有很多年輕人走出來 他不是因為知道有夠錢 有律師 基本上是 是很後期的 那件事 不要再我那件事 融俗化去變成 律師和錢的點 OK 我一直講的原則就是 不是你想說 殺軍馬者到旁 不單止是這樣 而是 捐錢就是同學 不 這個是part of it 我的說法就是 當我重新再做一次這場運動 我有機會能夠再參與運動 雖然我覺得都很渺茫的 我們是不是要檢討 上一次的得殺和錯誤 當然要 是 你同意這點的時候 跟著我們就逐樣拆出來說 有沒有大台 江嶺叫不叫港獨 靠不靠外國勢力 我逐樣跟你辯論 好了 手法 是不是公民抗命那一刻為止 而不是玩用武力 我逐樣拆出來很久 所以阿土 你不是反對那些中產捐錢給那些年輕人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反對中產捐錢給那些 搞這個武力抗爭的人 或者跟你意見不同 那些叫本土派的人 其實你是反對這件事 你不是反對捐錢 如果譬如捐錢給王浩銘 你就沒問題了 沒有啊 我也捐過給王浩銘 所以你不是反對捐錢 你是反對捐錢給 捐給長毛打官司 可以嗎 不是不是不是 阿土的說法是 阿土的說法是 他反對捐給本土派 和勇武派 意思下 因為跟他理念不同 是 他覺得 如果那些中產捐錢給那些勇武派 和所謂港獨派 本土派的時候 你壞一時 你拿到那個金錢上的支援 群眾上的支援 只是進一步推到懸崖 我理解你的說法 多謝你幫我 我和你有不同意 有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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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不要緊 我同意你的 point 過去的歷史 我不能夠重寫 那個世紀都是順著走的 是有歷史的緣故 包括我們過去那年 這麼多年來 一事無成 包括我們的江領 我們不夠吸精 或者我們老土 我完全同意的 但是你接不到我的 point 就是我再來說 多給我一個機會 你會不會再做錯 同一樣東西 如果你說會 那我不跟你說 我爭輸給你了 如果你說你還可以有東西收拾的話 那我就收拾了它 因為我有機會 第一 是爭取到一些東西 而不是一棵書清桌 現在我們跟中國領導人一樣 永遠面對的問題就是 all nothing 要不我贏了 你輸了 我們沒有中間的 這就是我覺得是問題 明白 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了我的意思 不要緊 不如這樣 因為現在它又斷了 下一節我就著你這個 說多一點 然後我們再回到那邊 好 下一節回來 成妖網友到patreon.com.hkpinut 加入成為會員 月費最低只需港幣40元 有線參加活動及專享聲音檔案重溫 香港花生 留守 見證 發聲 超過